酌汽香黑熊频繁出没加上乡内布农族人 谨守着祖先的禁忌 使得一连两起黑熊入侵农舍 和受困陷阱的情形 族人都立刻通报 帮助黑熊来脱困 而农业部林保署华联分署 为止特别颁发生态给付奖励金 表扬肯定 不论是黑熊入侵农舍 还是在佐西山区的咖啡园附近 误入陷阱受困 佐西乡民族人不仅是第一时间内通报 更在黑熊救援相关行动中 从旁提供最大的帮忙与协助 成为了农业部林业保育署 业外动物救伤背后最得力的助手 农业部林业保育署华联分署 特别公开表扬 并颁发奖励金以及感谢状 一张张的颁奖表扬照片 林保署华联分署除了是高度肯定 佐西乡黑熊保育意识高 也颁发黑熊生态服务几部奖励金表扬肯定 也为台湾黑熊生态七地之一的佐西乡 人口以布农族为主 与族人谨守祖先杀熊等同于杀人的杀木禁忌 野食的黑熊也能轻松游游在佐西乡山林间 森林业署推动台湾黑熊生态服务几部方案以来 幻联地区共接获四起通报并协助救援案件 也呼吁民众若不慎物捕或物伤保育类野生动物 只要立即通报协助救援将不被究责 记者众格报导